人生需要励志,愿你眼中有光,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励志时间。 励志小故事,跳河的兔子。 兔子的胆小是出了名的,经常受到的惊吓,总是像石头一样压在他们的心上。 有一次,众多兔子聚集在一起,为自己的胆小无能而难过,悲叹自己的生活中充满了危险和恐惧。 他们越谈越伤心,就好像已经有许多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。 而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兔子的原因。 到了这种地步,负面的想象便无止境地涌现出来。 他们怨叹自己天生不幸,既没有力气和翅膀,也没有牙齿,日子只能在东帕西帕中度过。 就连想要抛弃一切大睡一觉,也有什么都听得见的长耳朵的阻扰。 赤红的眼睛也就变得更加鲜红了。 他们觉得自己的这种生活是毫无意义的,这又成了他们自我厌恶的根源。 他们都觉得,与其一生心惊胆战,还不如一死了之后。 于是,他们一致决定从山崖上跳下去了接自己的生命,结束一切烦恼,就这样决定了。 于是他们一起奔向山崖,想要投河自尽。 这时,一些青蛙正围在湖边蹲住,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如鳞大敌,立刻跳到深水里逃命去了。 这是兔子每次到池塘边都会看到的情景,但是今天,有一只兔子突然明白了什么。 他大声地说,快停下来,我们不必吓得去寻死寻活了,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见,还有比我们更胆小的动物呢。 这魔一说,兔子们的心情奇妙地豁然开朗起来了,好像有一股勇气喷涌而出,于是他们欢天喜地回家去了。 不要为我们现在的遭遇,就埋怨命运的不公。 实际上,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我们更不幸的人,想想那些更不幸的人仍旧坚强地活着,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呢?